因為今天早上看到這個王洪威立委候選人 對佐隆泰主席跟我做出這樣子不實的指控 那我們感覺到非常的詫異 那他所指稱的這個內容完全毫無實據 那我個人我要在這邊特別的強調 第一個是我個人根本從來沒有貸過款 那二來是我在我人生至今我沒有貸過款 那我名下也沒有任何的房產 那更不用說這個有能力去做貸款 那為什麼今天必須要用提告的動作 是因為王洪威已經不是第一次 他過去從從政的資歷的過程當中 他有非常多不管是抹黑 還是刻意造謠的方式來做政治攻擊 那我認為在這個選前的這個關鍵的十幾天 我們不容有任何惡意的捏造事實 然後造謠 其實我說到說他要提告 我真的不知道林佩帆先生要告什麼 那今天早上記者會的內容 其實都非常的證據都非常的確實 第一哈 記者會的內容都沒有余悅林博玉先生錄音 錄音檔所述的內容 第二我也願意提供當事人錄音原手機給 檢調單位證明原錄音是屬實的 第三今天我是就不法的事項進行舉發 也請林飛帆先生跟檢察官證明清白 不用在這邊口水戰 千萬不要爭個 我們想要調答 太攀忽 不用得了 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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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